所以我觉得 就是够不够敢不敢的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不可以 没有什么对不对 没有什么错不错 就是你要不要 就这样的 我现在觉得就是这样 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你相信天长地久这样的 我觉得真的不一定 这个我没有说特别的很相信 昨天还有人问我说什么 你相信永恒吗 我觉得永恒对我来讲 血缘关系我觉得是永恒的 这是一辈子抹灭不了 其他东西我不认为 一定会永恒 天长地久是一个目标 但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我在那一刻 比如说你的影迷 在那一刻说霍剑花 我会爱你一辈子 其实那一刻 我觉得是真诚的 它就够了 我觉得就够了 也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那就够了 你们之后结婚之后会有 我以为都是好的化学反应 因为我以为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当然了 比如说我是你的影迷 我会很生气 但生气过后 我也只能继续再喜欢你 我还能怎样呢 但这个时代可能很多影迷 不是这样子的 在2016年7月 霍剑华工作室 发布了两人即将结婚的消息 当月月底 霍剑花和林心如 霍剑花和林心如就在巴厘岛举行了婚礼 2017年1月6日 41岁的林心如顺利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结婚生子这样的重大喜讯引来了许多粉丝的真诚祝福 但同时网络上的恶言恶语却开始愈演愈烈 婚礼现场被抓拍的照片被解读成两人没有爱情 负面评论接连涌现 甚至出现了对当事人的人身攻击 面对这一切 霍剑华选择了不予理会 像你说你的性格就这两年你就什么都不说 但你可是你有时候如果你有微博你是会骂的呀 按你这种性格的话 那你是会出来解释的呀 但是你就是不解释 你就是不说呀 就有时候 说什么呢 完全不知道怎么怎么去去回答很多事情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然后我就觉得说有些那种不是善意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如果我太多的跟他们回应的话 代表我跟他们同样的情商跟智商 我就觉得 你就低了 低我就低了 我永远比你高 我要这个这个心态去看这些事情 否则我会很痛苦 所以你不在意别人就是说 比如说你你可以说我 但如果你说我家人说我太太 那我就要回怼你 我不回怼你 你说我没有保护我身边的人 我也不理你 我觉得还能控制的状态下 我就觉得反而不要说那么多 不然你会引起更大的这个 这个这个漩涡 再引起更大的漩涡的话 就我觉得就更难收拾了 所以有时候 我知道我的个性很冲动 但我还是要告诉自己要冷静 这个真的是很考验 很考验 这个分寸的拿捏 说也不说 或者是骂也不骂 所以你说你幸亏你没有微博 对啊 如果有微博会有什么样情况 就是每一次发生一件事情 你肯定会po一条微博 不是事情 是只要有人在底下骂我 我就回骂他 所以幸亏你没有微博 对对对啊 所以不要冲动 因为我是觉得说 没有一个工作是 是要给人家骂的 我觉得 就这两年 你个人的成长是很大的 让你就变得没有那么冲动 整个人的成长是很大的 对 我觉得这两年的事情 经历的事情可能 抵了一般人的十年吧 十年十五年